男子穿着休闲服装 叫警方盘查 说话还带着口音 确认身份是香港人 仔细调查才发现 竟然被吸收当成车手 盗领赃款 卡片都拿出来 卡片自己拿出来 好 卡片全部拿出来 只有一张啊 来自香港的成姓男子 7月27号搭机来台 预计自由行7天 出发前看到社群有招募广告 只要帮忙领钱 就可以赚取日清2000元 于是听从指示到台中领款 没想到第二天犯案就被逮捕 警方喊见抓到香港急车手 他当时就是连续更换四张提款卡 加上神情紧张才会背定赏 诈骗集团锁定境外旅客 吸收当车手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可以办理短期的旅游签证 来台以后以社群打字联系 领完钱时间一到就出境 让警方难以查证 大多以港澳东南亚人士居多 他是短期旅游 所以他身份我们比较不好掌握 下了机场以后 坐高铁到各地去提领 都是用徒步的方式 那领完以后 几天以后他们就离开台湾 警方后续要去追查 会找不到他的落脚点 第三分局统计 今年已经抓到六十八个车手 也让诈团大缺功 转向锁定境外旅客 大量在网路上招募 跨海车手的人数 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接下来蔡队杨静 台中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下转世界